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F World。当你觉得,他可能就这样了,他用比赛告诉你,你想错了。这就是新赛季首战的哈登,首截16分,全场35分,8篮板7助攻,创76人生涯单场得分新高。 在2021年,腿筋受伤后,哈登,就变得不像他了,爆发力,渐渐衰退,他的突破,和后撤步,都缺少了力量支撑,变得很软。 随之而来的是进攻效率的下跌,哈登上赛季投篮命中率,只有41%,新修年以来新低,这位前MVP,曾赞免得分王的进攻大师,有被开除巨星行列的趋势。 但是,想要过从巨星队伍中下课,哈登,就要好好上课,他在这个夏天,决定逼一逼自己。 先是比以往提早结束假期开始训练,然后跳出合同,再降薪续,合约只有两年,还带一年球员选项,实际上,就是赌2022-23赛季这一年,赌赢得大获全胜,赌输了全排接崩。 哈登对自己,腰比以前恨了很多。我终于不用将修赛期,用于养伤了,而是能在夏天,一边训练,一边打比赛,我相信,只要身体状态,与技术水平,和篮球智商匹配上,就能打出MVP水准。 哈登这样说。哈登的狠,原子腿筋伤势终于康复,他可以在夏天,用汗水,换回曾经的竞技状态,这是他敢赌的筹码。 对凯尔特人的这场揭幕战,哈登证明了自己筹码很足。哈登的比赛。